对于两人的对话 左青汉半个字都没听进去 此时此刻 他的眼眸中只有陆尘高大的身影 这就是自己所爱的人 能够为了自己冒一切风险 便是有人对自己言语上有半点不敬 也要全力的保护自己 将一切危险扼杀在梦魇之中 铁林深处 修士的鲜血汇聚成浅浅的血溪 慢慢渗入地表 给黑漆的土地染上一层妖异的暗红色 林中杀气未去 被抛弃的天杀组织的两名修士 还在不远处胆战心惊地看着 主力在那里被杀气包裹的陆尘 汗水直流 陆尘紧握着拳头 凝视着黄志逃离的方向 远气至今未消 左倾汉轻叹了一声 缓缓缓地靠近陆尘 从身后抱住了他 哥哥 黄志已经走了 听到左倾汉柔声细语地说来 陆尘方才从惊怒中回过神来 灿烂地笑道 丫头 你没事吧 没事 左倾汉的声音有些哽咽 哥哥就是这样 只要自己被欺负了 他立马会帮自己出头 不管是以前 还是现在 没事就好 陆尘说了一声 却觉得可笑 这句话他以前常说 多半都是在被人欺负以后 已经帮左倾汉挨了打 鼻青脸肿的时候 安慰左倾汉用的 现在左倾汉的实力远超自己 可是击退了黄志以后 他还是习惯性地问了出来 左倾汉扑吹一声乐了 哥哥 你还把汉儿当成小女孩呀 人家已经是 已经是你的妻子了 说到最后 小丫头扭捏地低下了头 小脸通红地揪着衣角 声若闻盈 我倒是忘记了 汉儿已经是我的妻子呢 对视一眼 两人眼中满满地充斥着幸福的味道 这让两个天才不由大为尴尬 六眼虽然他对陆晨没什么好感 但从刚才这件事上 最起码陆晨不会抛弃自己的伙伴 这一点比酒善可要强得多了 清客了一声 打断两人道 两位 我们还是商讨一下 下面该怎么办吧 得罪了天杀 尽管六眼之前表现得极为强势与不服 但还是要谨慎对待 还用商量吗 敢来就杀了 鬼童子在一旁接道 然后一步步靠近那两个被遗弃下来的修饰 二话不说 一步轰然踩死一人 将原鹰取出 另一个胆战心惊刚要求饶 结果连话都没说出来 便死于非命 拿着两枚原鹰 鬼童子旁若无人的走到陆晨身边 递过去一枚道 嘿 这里有一枚是你的功劳 拿着吧 鬼童子给陆晨的 是之前对左倾汉不敬的那名修饰的原因 陆晨不嫌不淡的看了一眼 撇了撇嘴道 哼 这种人的原因 不要也罢 你留着吧 呦 鬼童子嘎嘎一笑道 哼 那就别浪费了 哎 帮头啊 你要不要啊 他看向六眼 六眼瞪了鬼童一眼 没有说话 惹得左倾汉咯咯直笑 哼 正当这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 在不远处响起 四人抬眼看过去 正是酒善 这小子一直没走 刚才还在心里诅咒着几人 看你们怎么死的 可到后来 陆晨四人的表现 令人大吃一惊 左倾汉三人也就罢了 可陆晨是怎么回事 连天杀的皇制都不是对手 带来的七个人死了六个 饶是如此 酒善也不认为 陆晨四人能够躲得过 天杀的追杀 冷笑了一声 站在很远处 酒善沉声道 别高兴太早了 天杀的实力 不是你们想象的那般不堪 这才刚刚开始而已 闭嘴吧 鬼童子现在看见酒善就来气 抛弃伙伴 实在是让人无法原谅的罪行 鬼童子音声道 酒善 出去 别说我鬼童认识你 跟你这种人齐名 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右眼金桶扫过酒善 淡淡的点了点头 哼 又是冷哼一声 酒善俯锈而去 右眼淡淡的看了一眼道 天杀实力非同小可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说话吧 相信用不了多久 整个方君塔都会传出 我们跟天杀作对的事 寻找法体的事 难上加难了 陆尘他现在跟六眼一样 刚认识的时候 对佛门的浩然正气 很厌恶 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煞气的缘故 但是通过今天这件事 他对六眼大为改观 他微微一笑 说道 放心吧 既然敢跟天杀正面开战 我就是有自保的能力 只要我们待在一起 一定不会有事的 陆尘的信心来源于 玉瓦空间 这件仙气 这件仙气给他带来了多次的便利 他对玉瓦空间很有信心 天杀再厉害也无法突破玉瓦的防御 当然 暂时的情况下 还不需要把这件事告诉六眼和鬼童 除非万不得已 陆尘不会使用玉瓦空间 可真要是到了无法解决的关头 同样 陆尘也不是一个会抛弃伙伴的人 于是乎 几人都忙碌了一番 陆尘把金修找了回来 并将古神法体变成灵源收好 几人向着铁林的另一侧飞奔而去 约莫有半天的时间过后 黄智终于单枪匹马地杀回了天杀的大本营 这是一处坐落在百倍重力禁制地带的山谷中 山谷四周 多有不算太高的山峰 零零落落成包围状 将中央一座挺拔的山峰围起 在山峰的顶端 一处用竹膏和木桩围起的山寨 助力其中 天杀 山寨仅有一处木屋殿堂上的匾额 刻着两个苍尽有力的大字 分神后期高手足有接近数十人 盘坐在寨子的各处打坐 而在殿内 五名合体骑的修士汇聚在一起 用着充满着杀气的目光 看着殿内站着的披头散发 伤势不清的皇制 殿内五人 当中守卫者赫然是一名黑状的汉子 看年纪大约只有三十上下 正是天杀的老大 黄志的大哥 黄桐 合体中期高手 殿内余下四人 分座两侧 各个都达到了合体初期 大哥 黄志一回来就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痛哭流涕 黄桐见状一惊 拧着眉头 低沉地问道 黄志 你怎么了 我不是叫你去收灵精吗 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 不提还好 黄桐一提 黄志哭得更加厉害了 鼻涕一把 泪一把地 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讲上一遍 末了 黄志失声痛哭道 大哥 你要给我做主啊 这两百年来 我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 兄弟死了四个 另外两个还不知道被折磨成什么样子呢 黄桐 黄桐听的是蹊跷声烟 但黄志说完 怦然一掌拍中扶手 怒声道 犯了 犯了 居然有人在老子的眼皮子底下胡作非为 还真是不把我天杀放在眼里 黄志 来人是什么身份 黄志哭诉道 大哥 那四个人一个是三幽洞的鬼童子 另一个是全阴助缠的弟子六眼金头 女的是最近两百年来风靡外仙玉的摩仙黑灵 还有一人来历不清楚 不过好像是黑灵的道理 三幽洞 悬阴寺 黑魔族 还不把我放在眼里 哼 黄志 给我传令下去 到方军塔外放出风声 不管是谁 发现他们死人行踪者 日后进方军塔 天杀帮忙寻找六阶古神法体一句 是 大哥 黄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心中愤愤想到 路晨 黑灵 鬼童 六眼 你们几个 不得好死 黄志点了下头 刚要离去 忽然坐在右手一鸣 青面 头掌两只龙脚的青年 轻咳了一声 说道 等等 黄志回过头来 看向青年 黄童不悦道 青龙 你在想什么 帮主 被称为青龙的青年 站起道 帮主 这些年天杀 无心 两派在方军塔二层所做之事 全在通天阁的眼睛里 帮主这么传令下去 恐怕会打破以往的平衡 请帮主三思 平衡 黄志没想到 这个时候 自己人会出来帮路晨几人说话 不等黄童出声 仗着自己 和黄童的身份 怒道 青龙 我们天杀帮 天不怕 地不怕 你这么说 是什么意思 清龙转过身 不懈的看着黄志 然后看向黄童道 帮主 天杀 无心 掌握四处寻找古神法体 不去融合 而因此敛财 已经让不少人心生不满 但一直以来 我们从来没有对外宣扬过这件事 都是在暗中进行 之所以能够在方军塔生存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在如果因为一个冲突 放言可以帮人寻找法体 恐怕与通天阁的平衡会打破 到时候 就算天杀在通天阁里的人 也保不住我们 而被驱逐出去 事态大小 帮主比青龙清楚得多吧 这 黄童文言 顿时沉思了起来 的确 青龙所说的话 是黄童没有考虑到的地方 方军塔收取灵精 供人修炼 并没定时限 更应该对所有人都公平对待 而天杀的出现 全是因为黄童在通天阁里 有人相助 才被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的允许留存了下来 在此敛财 也正是因为有了天杀的出现 无心才会随之出现 毕竟 既然通天阁默认了天杀 自然不可能把无心拔除 这才在方军塔二层 有了这两个不应该存在的帮派 而在此前 两帮招揽修士 长期霸居此地 也并未对外宣称自己掌握了多少古神法体 他们不能将法体带离阴呆的地方 却可以监视法体的地点 一旦有修士寻找到 想要融合便让他们有可乘之机 一直以来 多方面都是在暗中进行 但如果应了黄童的号令 将事情宣布出去 不用通天阁 外界的修士会怎么想 即便是之前人人都知道其中的猫腻 在没有名言之前 外界修士也只能忍气吞声 可一旦明目张胆起来 并会引起整个外仙玉的不满 到时想压也压不下去 不得不说 青龙所说之事 的确很需要考虑 黄童想了想 问道 青龙 依你之间 应该怎么办 青龙说 没别的办法 黄兄要是想报仇 只能把人物分散出去 寻找私人下落 那怎么行 这下黄童都不同意了 反对道 每天进出方军塔 百倍重力的修士 没有上百 也有几十 本来人手就不够用 要是为了去九十倍 重力地带 找几个矛头小子 我们的生意还做不做了 青龙耸了耸肩膀道 凡事不能两全其美 只能择一而行 黄智站在一旁 眼珠子一转 突然道 诶 诶 大哥 我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黄童目光转向黄智 黄智道 您的不行 按的来 大哥 您在派几人跟着我 以我现在的实力 八十倍以下的地方 可以飞行 与人便通知一声 想必没有人会不答应 帮我们寻找陆尘四人 这样就不算宣传了 青龙一听 白眼狂翻 心道 那还不是一样 时间久了 外面肯定传得沸沸扬扬 心中想着 青龙却没有说出来 他看了看这一对农包兄弟 颇为无奈 要不是自己有求于人 早就离得远远的了 果不其然 黄童听完 拍了下大腿 好 就这么办 青龙也懒得再说 他知道 黄童绝对是个互独子的人 让他就此罢休 比登天都难 尤其是牵涉到天沙的威名 黄童更不会含糊 陆尘跟着黄智发生冲突的事 没用多久 就传遍了方军塔 一二层 现在是个人都知道 陆尘四人在塔内 把天沙首领的弟弟黄智 打败的消息 由此 陆尘 黑灵郡主 三幽鬼童 玄童六眼 鸣声打造 与此同时 九善 也是鸣声雀起 只不过 因为他临阵退缩的原因 被人有意无意的传说出去以后 产生的却是负面的影响 以往在外仙域 被无数女性修饰 羡慕敬仰妖雀公子 经此一事后 变成了一个 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软蛋 如今 九善还没有出来 仍旧在方军塔二层徘徊 但 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影响 直接让他的名声 跌落到了谷底 当然 因此而获得最高赞誉的热议的 当属陆尘了 这个入塔 加在一起不超过百年的 出窍出奇小子 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走到了方军塔九十倍重力地带 其绝顶的天赋 令人赞叹有加 同时 也让当初鄙视过 陆尘的无数修饰 大大的脸红了好一阵子 晚安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